Hello 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扎士尔 这节课 我们接着上面的内容 接着往下讲 今天我们开始来讲第三个秒杀功能 当然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用哪些内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数据库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商品的列表页 详情页 订单的详情页 也就是说用户浏览商品列表 然后呢 选择每个商品进入商品的详情 然后呢 在详情上点击秒杀按钮 假如说秒杀成功 进入订单的详情页 这张内容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就是稍微说我们只需要完成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第一步看一看我们的数据库 我们的数据库是什么来算起的 首先我们有一个商品表 好不意外了对吧 第二个是我们的订单表 然后呢 第三个呢 有一个叫秒杀商品表 有些同学可能要问了 为什么要扩展出一个秒杀商品表来呀 直接在商品表里面 添加一个是不是秒杀商品 这不就够了吗 对不对 好像是 可以对不对 但是你想过没有 我们今天 搞一次秒杀 明天又搞一次大醋 后天又搞了一次 9块9包油 我们可能随着时间增加 我们这样的活动会越来越多 假如说 你每做一次活动 就在商品表里面 添加一个字段 来标识一下 有什么问题啊 时间长了之后 你这个表会越来越难以为 然后呢 并且这个表非常不稳定 需要 不停的修改 一修改之后 导致所有的老代码都要做回归 对不对 这个就很麻烦啊 所以说 正常 我们这么设计啊 都会拉出一个 单独的一张表来 通过一个商品安定 关联到我们的商品表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的商品表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就是包含那样 商品的基本信息 名称啊 图片啊 价格呀 对不对 这些东西 这个秒杀价格 我们就把它拉到 秒杀商品 秒杀商品还包含什么呀 什么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对吧 这些东西 包括数量呀 对吧 然后呢 同理啊 订单表 也是这种思路来设计的 还是跟刚才那个一样啊 可想而知 就是因为我们的订单表啊 就 影响它稍微 单纯一点 对吧 订单就是订单 对不对 秒杀订单单 单独拉出一张表 跟上面那个是一样的 考虑 然后呢 我们的页面 就是我们的代表页 详情页 订单的详情 我们这张 主要就是这么多东西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 打开我们的 代码 在开始第3章的讲解之前啊 首先啊 我们 先讲一个 上一章 有个小小的问题啊 我们稍微 修复一下 我们刚才说 我们之前讲了 要延长 赛成的有效期 做了一个 Gate by Token 这里边做了一个 延长 赛成的有效期 看着啊 这里有个小问题啊 我们这个Token啊 是没必要每次都生成一个新的 对不对 而是说我们第一次需要生成 随后的时候啊 就只需要 更新就可以了啊 所以 我们是 看来做 然后呢 我们把其他 编译 通过一下就可以了 把我们的编译 过去 OK 这里啊 搞定 还有一个地方啊 这里很简单了 这里就是我们的 给你Token获取的时候 把Token 传进来 看着啊 上去说 我们没必要每次都生成一个 新的一个 Token了 还是用老的Token 就可以了 这是 上一章一个小问题啊 OK 我们还是老规矩啊 重新 复制一份 做一个 第三章的一个 一个工程 然后呢 把第二章先close掉 我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一个 考虑啊 是这样啊 我们首先啊 在第三章先把秒杀功能给 实现一遍 然后呢第四章 我们会讲压策 对我们这个系统啊 做一个压策 看一看 我们的秒杀 到底能达到多少的QPS 然后呢第五章第六章 我们会讲优化 然后呢 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一步一步优化我们的系统 对不对 提高QPS 你如果是只是说我的系统很牛逼对吧 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对吧 你要证明你很牛逼 那才可以对不对 我们就拿出 证明来给大家 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今天啊 我们很简单啊 我们先来实现一下我们的秒杀功能 随便第一步 还是来做我们的追求库 把表先建出来 打开我们的工具 点上我们的追求库啊 看一下现在啊 没事 那几张表是没有的啊 OK我们先把那几张表啊 先建出来 这里啊我就不 跟大家一块建了 我就 跟大家一块说一下啊 首先是我们的 商品表 一会我们再建完了之后 我们一块统一说一下 然后呢插入两条数据 然后呀是我们的 秒杀商品表 然后还是同意插入 这就不要往里面插数据了 啊也得出了卡对吧 像我们秒杀商品表里面是有东西的 开始的时候 系统数换的时候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订单表 订单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就空了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 秒杀订单表 同龄 它也是空的 OK 我们刷一下 我们来 看一下 首先是我们的 商品表 我们刚才讲了 商品表比较单纯 就是商品的一些基本信息 不要团那些乱七八糟的 首先第一个 商品的名称 商品的标题 商品的图片 商品的详情 商品的价格 还有库存 我们这里是简单设计了一下 实际的电商 真正在你的实际系统当中 可能比这个要复杂的多得多 比方图片 可能有大图有小图 对吧乱七八糟的一大堆 OK这是我们的 商品表 紧接着我们看一下 秒杀商品表 我们看一下 首先有一个 商品压力有关联的 我们的商品里面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是秒杀的价格 对吧 这里面是商品的 原价 这是我们商品的 秒杀价 然后这里有 库存 这个库存 代表的是 可以秒杀的数量 对不对 不是说我们商品的数量 还有秒杀的 开始时间和 结束时间 对吧 这个表应该就读过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要务就读过了 下一个就是我们的 订单表 订单表里面有什么东西 它会比较多 首先 我们有一个优达阿迪 哪个用户下单 对不对 有一个商品阿迪 买了哪个商品 然后呢有一个 收货地址 对不对 既然是 大部分情况之下 我们都会有收货地址的 说非那种特殊的 不妨说充值 那种是没有收货地址的 大部分时候都是有的 这个 商品名称 这个看一下 我们是融与过来的 为什么要融与一个商品名称 就是说 方便我们订单 订单列表的时候 我就不需要 去有关联 商品表了 直接把订单名称拉过来 把商品名称拉过来 直接就可以显示了 然后呢 上面的数量 这里代表的是 你下单的数量 这里我们的场景 肯定是一了 秒杀 只要你秒杀一个 这是 上面的价格 这个也是 就是实际你下单时候的价格 这里我们肯定是 秒杀的价格了 对不对 还有订单的一个渠道 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统计一下 你是pt下单 还是安卓下单 还是ROS下单 对不对 这么一个渠道 然后呢有一个 订单的状态 这个很关键 看我们现在设立那么几个字 0代表 会支付 1代表已支付 2代表已发货 3代表已收货 4代表已退款 5代表完成 这个也是 真正的我们的系统当中 可能状态比这个远远要多 但是我们这俩 用这几个已经读过了 这个叫下单时间 这个叫支付时间 这个订单表里的东西 同理 实际的系统当中 那个字段数 可能会比这个多了又多了 对吧 这是我们的订单表 然后呢 再看一下我们的 秒杀订单表 诶有一个 用户RD 商品RD 商品RD 就是哪个用户 秒杀了哪个商品 就是这么一个 OK 我们的表已经完成了 稍微完成表之后 我们就把我们的 导门对象给创建出来 每一个表对应一个导门对象 大家好多把我提前把这个写好了 我们就不需要重新的写了 这些东西没什么 就是含量 对不对 无分就是这些 get inside 要保证给我们的 数据扩大字专 对应写了就可以了 off 订阅的get 按照 get 产生我们的get 订阅的方法 OK 一个 这是我们的 商品 第二个是我们的 秒杀商品 秒杀商品里面 同理啊 大概都没什么 好想了对不对 大家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 其实 这东西啊 开用更简单的方法 有些工具啊 能够自动 把表结构的东西啊 给你影响出一下 影响出你这找门对象呀 DAO呀这些东西 对不对 能给你有些工具的啊 这里我们就简单嘛 我们这就很简单 我们就 不搞那么傻辣了 简单演示一下 对 Soft get inside OK utile data 然后呢 再来一个 就是秒杀 好的 这里边有这么几个 OK我们的导门对象 先创建出来 我们接着上节课接着往下讲 我们上节课啊说我们这个 看到我们登录页面啊 我们登录成功之后呀 他又跳转到了我们的 商品列表了对吧 这个页面 今天我们首先来完成一下我们的商品列表 这个页面 OK打开我们的 图子 他就是撞转了我们的 商品列表的 那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肯定是要把我们的商品都查出来对不对 首先我们先创建一个我们的商品的一个 Service Service在这 比方说我们就叫 图子 Service 商品的一个 Service 然后呢 这个Service啊 它里面肯定是有自己的DL的 不对 对 这正常的一个要不倒进的对不对 我们先把这个先删掉 把这个DL先创建出来 然后呢 创建出来之后呀 先把这个都删掉 我们创建一个方法 对呀 我们想查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这个东西啊 实际上我们查出来这个列表呀 可能说不光是包含了 上面的信息对吧 我们想同时啊 把秒杀信息啊 也给查出来 但是呢 这两个数据啊 是在两个表里面的对不对 OK那也没问题 我们呀 创建一个 叫 图子表 把这两个表的数据啊 拼到一块 对 拼一下 继承一下我们的 图子表 商品表 对 这里边把我们的 秒杀商品里面的信息啊 带过来 好吧 但不就把 这两个东西都 合到一块了吗 实际上就这三个算数啊 就三个 东西 算呀我们通过这个对象啊 就把这两个表里面的数据啊 合到一块来 对 OK 我们查出来 假如说我们查出来这个东西 很明显啊 我们下对象要做联合查询了 那怎么来做呢 名声看一下 我们叫 get go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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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这里边是没有任何参数的 有可能说商品比较多的话 我们这里就 做分页了 我们查询一下 首先从哪个表里面查 是mioz的 固字表 比方是mg the left gooz 我们的固字表 到什么呀 就是mg的固字id 等于我们这个g的id 算查出来对不对 但是这个星光好像不可以对不对 我们查的是谁呀 查的是商品表的 所有的 然后呢 mioz商品表的哪几个字码呢 这几个字码对不对 mioz的数量 mioz的数量 还有谁呀 还有一个是 开始时间就是时间 mg的 start data 和mg的end data OK我们查这个东西 然后呢 from这个表 left的这个表 OK我们的 dl就写好了 这样呢我们的sql里面要引入我们的dl 我们写一个方法 public 这个方法叫list gooz 然后呢就叫list gooz 很简单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 他的list gooz 就OK了 然后呢 把我们的service呀 输入到我们的 gooz gooz service 出了我们的 knt 出了里面去 咦 这里我们加一个 gooz service 第1步呀 就是我们的 查询我们的 商品代表 list gooz service 插出来是一个同步呀 是list gooz gooz 这就要比方式就叫gooz gooz list 然后呢 可以传到页面上做一个展示就OK了 很简单对不对 接着我们的 商品代表 下面我们就来 完成一下我们的 商品代表页面 其实没什么 就是一个货行环 对不对 变了出来就OK了 看一下 我的数据库里边 添加了两条一录 我们的商品表里边 哎有两条 你看吧 一个叫 iPhone X 叫华为麦塔9 然后呢 价格 这个是8756 65 这个是3200 以上 然后呢 我们在秒杀商品表里边 也添加了两条记录啊 商品rd是1的 它的秒杀价格是0.01 商品rd是2的 秒杀价格也是0.01 你很happy对吧 库腿 假的只有10个吧 这是用 秒杀嘛对吧 原价 8765的 iPhone X 现在 0.01就能够买到 这里有个小问题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实际 做项目当中 这个价格呀 不会囤小数啊 都会囤整数 也就是说 数以后来全是分 这里我们只为了简单 OK 这是这个东西啊 两条记录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页面上 如何展示这两条记录 时间第1吧 还找帮我们的商品啊 帮我们的商品代表啊 这个页面啊 先给他 我先写好了一个啊 拿过来 不然就起了门 讲一下就回来 很简单看着啊 这都是一些啊 不都是TRAP的一些啊 标签对吧 首先上面有一个TATTLE 底下是一个TB TB里边啊 就是一个这个东西 上面名称 图片 原价 秒杀价 数量啊 详情 然后呢 这里边啊 首先这里边做了一个 Foreach循环 循环的什么东西啊 循环是我们的 Goose list 就是我们在Ctrl里边传的这个东西啊 Goose list 这东西 然后呢 这里边啊 有两个 参数 你看到没有 第1个叫Goose 第2个叫Goose state 就是说 我们在循环这个 列表的时候啊 列表那么一个元素 就是这个 Goose 然后呢 它里边的一些状态信息啊 就放到这个Goose state里边来了 这东西啊 是 从地府 给提供的啊 大家如果啊 不清楚啊 可以查一下它的 文档 怎么说呢 如果对GSTL GSP那些东西啊 比较熟的话 其实一看就明白什么东西啊 OK我们便利这一个列表 然后呢 把每一个输入出来 第1个是我们的商品 名称 Goose name 然后图片 然后呢 价格 秒杀价格 商品的 裤臀 秒杀的裤臀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 跳转到商品的详情 这么一个东西啊 很简单对不对 注意这个图片 图片的写法 我们现在啊 是这么写的啊 at一个打火壶 这个 之前大家都见过啊 就是从我们的static game rule下面往下搞的 这里面是一个传了这么一个东西 是图片里面的图片 看一下我们是不是用户里面这个图片 是如何进行 存储的啊 这样的 是-image下边的一个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暂时啊 把它放到我们的 image这个下边来了啊 实际项目 应该有个image 现在还没有啊 一会我们签加它 实际项目当中啊 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绝对路径 或者是一个云层属的一个路径 我们这里只是为了演示啊 那先放到这里边来 OK这样我们要把图片先考进来 我准备好了 考进来 一个image 有两个图片 一个叫iPhone X 一个叫Mindus 有两个图片啊 OK我们呢 Ctrl了写好了 好了我们的商品列表页面也下好了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能不能够 实现我们这个功能 显过来 完成一下这个页面 对不对 OK开始 打开我们的浏览器啊 还是 好了我们的手机上做登录吧 对吧 登录完之后 跳成了我们的 列表页 哦这里报错了 什么东西叫 秒杀price 没有 为什么没有秒杀price 看一下 没有一个秒杀price 也就是我们页面上有一个属性 这里面 获取不到 看一下 Good price 一个秒杀price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币里面啊 是没有这个秒杀price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给他查询出来啊 private 打宝吧 要杀price OK 生成他的 改成赛的方法 然后呢 我们在DU里面 同理也要把这个东西给查询出来 这里对不对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还有一个 秒杀price 秒杀价格 是有这个不乱 我们看一下 是有一个秒杀price 对不对 我们刚才没有 查询出来 秒杀price OK我们重新运行一下程序 OK我们再刷新一下我们的页面 出来了对吧 出来了对吧 这个基本上 我们展示了有点丑对不对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 不得主要不得那些 那些文价没有引进来 对不对 把我们的Lowin在里面 Copy一下 开中压 再往上没引进来 所以说页面展示会非常凑 是吧 当然 实际公司当中 都是用 参业的美工 来给我们写页面的 这个就比较漂亮 对不对 我们现在有两个商品 一个是iPhone X 一个是华为媒体9 iPhone X 原价是8765 限价是0.01秒 库存有10个 库存有10个 OK我们的 商品的6月1 就完成了 这节课我们先 讲到这里 下节课接着往下讲